有時候我都很懷疑 究竟是否真的中央政府的要求 要把那條線畫得那麼緊 我比較傾向相信 是本地官僚或代表 自己想多了 把那條線伏得越來越緊 為何我有這樣的想法 我們可以一起探討一下 看你是否有同樣的想法 就是法局對於第31屆香港戲劇獎頒獎禮 扣減資助和拒絕資助第32屆頒獎禮的決定 和指出的相關指控 主辦單位香港戲劇協會開了記者會 逐一反駁指控 如果大家有看過整個記者會 我想大家都可能會覺得 會長馮德錄是摘地有聲 自治鏗鏘 理據充足 沒辦法不令人覺得是藝法局自己想多了 馮德錄說這麼多年來 頒獎禮主題和嘉賓人選 都不需要藝法局批准 對於藝法局質疑邀請當時充滿新聞話題的 專子和蔡玉玲做頒獎嘉賓 馮德錄說他們兩個人都是資深的人 一個是資深的漫畫家 一個是資深的紀錄片編讀 反問漫畫和電影是否不屬於藝術 又說過去曾邀請其他界別 比如時裝界 化妝界 體育界 新聞界代表 做頒獎嘉賓 他說劇協邀請嘉賓不是和他交心 不是一定完全認同對方的立場 至於詩而講及紅橋 紅線 被局方形容為意有所指 與大相關 馮德錄說 這是藝術和修詞的手法 是很委婉地表達一個要求 又不想令對方尷尬 又讓你聽得明白 他亦指出現在真是處於敏感時刻 業界都很多次要求政府 交代違法的底線究竟在哪 但當局一直沒有說明 他認為今次的決定 已經告訴別人 真的有條線 對於業界創作空間和士氣 都是有影響的 馮德錄又表示 局方自從頒獎禮結束 至決定扣減資助期間 從來沒有接觸過劇協 期間是沒有解釋到終止資助的理據 又或者容許劇協作出新辨的機會都沒有 質疑局方怎麼可以一廂情願 一個角度主觀地來一個判斷 連劇協辯解的機會都沒有 就這樣一指公銜作出這個決定 劇協正式要求局方收回他的指控 同時也要重新製定 處理投訴的所謂查詢的機制 以免被人濫用 我相信 藝法局是不會 作出任何回應或回應這個要求 不過可惜的是 作為一個守護推廣香港文化發展的 民體女局局長楊潤雄都已經立刻表題 支持藝法局的決定 就說文藝活動是否獲得公帑資助 是屬於資源的問題 絕對不是限制創作 他反駁 有意見說這次決定扼殺創作空間 是屬於本末倒置的混淆視聽 亦都說政府是不認同這些無理的言論 在今次的事件當中 平心而論 藝法局實在是有處理不當的地方 似乎很明顯 在某些論述當中還有一些不盡不實 藝法局早前通知劇協 說因為競爭劇烈和資源有限 所以不能資助新一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勵 但事實是否真的這樣 有關資助申請通過了評審員的審批階段 只不過是藝法局內部最終審議時 考慮到上一屆頒獎禮 說損害局方聲譽才拒絕 批出申請 另外藝法局事實上 是在2023年9月29日已是草耳口通知劇協 扣減資助的信件 即是決定早已做到 而不是局方在新聞稿內所說的 在11月下旬才作出決定 作出決定後 在2023年12月8日 局方高層才約見劇協幹事會的代表 但這次的回面是表達關注 展示這次的決定 而不是邀請對方給他一個機會作出新變 如果這不是大白 應該怎樣形容是最好 另一件事更加會令我覺得 只是香港的官僚 很可能是自我揣測中央意識 而作出的一個舉動 究竟是哪件事為何我又會有這樣的看法 看完廣告之後我們繼續 發再生有新的產品推出 就是封營客潤護髮精華 準備送給大家旅行裝版本 當然不少可以 還有一次免費頭皮檢測 以及一次免費療程體驗 有興趣的話 快點打電話 5566-8299 或者可以在下面description的欄目中 按一按相關連結 做一個很簡單的登記 去到桂圓尾發再生12間分店 任何一間都可以得到這份禮品 大家不需要憂慮一下 我上去試完這個免費療程體驗 會否逼我購買服務和產品 我可以向大家保證 絕對不會有強迫消費的情況出現 亦都一定不會落袖放狗不讓你走 你是沒有義務也沒有責任 去購買任何服務和產品 只是提供一個機會給大家 去做一個頭皮檢測 和一次免費療程體驗 還有大家如果有興趣 獲得大自然素食的蘿蔔糕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的描述 找一個連結 有一個小小的遊戲 你玩這個遊戲 填上的資料 便有機會得到素食的蘿蔔糕 抖頭髮有甚麼原因 我怎知道我屬於哪一樣 我們有26年專業經驗和個案實證 可以分析到 最關鍵是做頭皮檢測 用專業儀器分析問題所在 對症下藥 頭髮的問題 AI Chat 不如找法在生 王三 Chat 打電話和我 撤下吧 MGAP拆展的北京餘煙 早前選了一部1993年製作 名為北京集中的內地獨立電影 作為這個放映活動 在今年的1月和2月 會放映兩場數碼修復版本 北京集中的片場有88分鐘 是在1993年8月 瑞士首次公開放映 曾經獲得三項電影節獎項 MGAP播放版本 是85分鐘 少了3分鐘 影片是由電影製作團隊 親身經歷的生活小故事構成 主角都是大城市的邊緣人 追逐理想但換來失落 又或者率性而活陷入迷茫 是一群在新舊時代錯亂夾縫之中 不能自拔的集中 據了解有關方面要求這部電影改名 才可以在香港放映 至於這部電影為何會有這樣的名字 日前放映會後有座談會 出席的講者有張元 有這部電影的美術指導劉小冬 根據網媒大城志的報道 張元被問道 你為何叫這部電影做北京集中 他只是說 這樣叫法 這個名字夠狠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香港電影的葉繼忠仁表示 自從電檢制度實施以來 是沒有聽到要求別人改片名才可以上映 大多數都是要你刪斥內容等等 相反在內地又不同 或是因為同音字問題要求改名 新的電檢機制給了政府更加大的權力 要求片主刪除和更改 但重點在於雖然這部電影 是沒有在內地遠線公映 但如果你查查內地網站 好像百刀、鬥煩、愛奇藝等等 都會正常顯示這部電影的名字 後來我的同事提醒我內地網站 之所以能夠繼續容納這個名稱的出現 是因為用普通話來說是沒有問題的 我真的從來都沒有想過 原來可能有人認為用廣東話來讀 是對習近平主席的畢竟 因為我根本非常尊敬主席 我想都沒有想到這個諧音 是會用來嘲諷他的 這樣想的人的問題 是否出了在他自己的腦袋裏面呢 在Google以M加北京集中做搜尋 第一個結果顯示繁體字的北京集中 就是M加介紹這個電影的網站 但你進到相關網站之後 就見不到這四個字了 只是見到一個大字顯示 張元作品 英文是A theme by Zhang Yun 其他電影是如常列出片名的 M加有個說法 就是導演張元和M加策展團隊 更新電影標題是要來突顯張元 在M加戲院2024冬季節目當中 北京如煙往事節目的角色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 是沒有否認 亦沒有承認是他們的傑作 只是個別影片申請 我們是不會評論的 我們的官僚是不是太多了